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, 山伦智会绿能科学城是蔡英文总统的政见, 也是台南下一世代的经济动能来源。 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今天与议员, 及议员参选人多人一起召开记者会, 提出卫星工厂战略, 在第一阶段的研发与裕城机构完成后, 第二阶段能成立绿能科技产业专区, 并与南部现有的绿能厂商联盟, 打造结合产观学的区域经济郎带, 黄伟哲表示, 绿能智慧科学城不只是绿能, 还要造阵, 同时需要有生活机能区域, 建议中央与地方政府考量化设。 此外, 绿能产业专区的设立, 不能因为土地开发而产生各方利益角逐, 而产生政商流弊等问题。 因此应建立防壁机制, 未来要有第三方公正单位审议, 以及正封单位的介入, 务必让产业专区的开发更为公平。 目前, 绿能科技联合研究中心, 绿能科技示范场域与自驾车测试场域已陆续动工, 总预算为122亿元。 其主要功能为进行绿能技术研发, 产观学协调, 以及新创育成计划。 这些建设将在明年陆续完工, 并开始营运。 竟选总部发言人蔡旺权表示, 研发设施仅为第一阶段建设, 第二阶段应助朝引凤, 提供良好的环境工厂商进驻, 并与台南科学园区、高雄科学园区的相关企业合作, 建立以研发为中心的卫星产业联盟。 蔡旺权表示, 绿能隐含永续能源发展, 因此在产业园区的设立上, 不应对环境造成过度破坏。 例如沙伦农场, 由于临近高铁特定区, 但并非外赚的产业专区预定用的, 当地也尚未经过环平, 且临近草销密市区, 市政府也多次澄清。